講到另一場曼城聯賽杯賽侯平 今天曼城試了很多新東西 首先是試試試試試試打防守中場 當然這個位置和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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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當然是會有點不適應 一開波就試過面向後面背著龍門交實波 所以市東斯還要適應一下 另外,今天的正選陣容裏邊左邊進攻點用了 就是迪亞斯,中路的部分用了這個課凳 兩個年輕人來說 當然年輕人會很想快點表現出自己 也有些心急,尤其是戴亞斯 而就算他們都叫做盡量保持冷靜也好 其實還未做到去到萬城的層次 他們都通常覺得只要做到20馬附近的區域 就要盡快再做個波入禁區裏邊 但其實以往的萬城做法 就算去到20馬附近區域也好 如果並非是一個很好的最後一傳時機 例如50、50也好 其實都不會做進去 是會做出來重新再試過、再來過 最重要是要保持著控球在腳 可能去到20馬區域、禁區頂附近 見到一個最後一傳的機會 去到八成成功率才會做進去 那萬城就是盡量不會讓自己強行進入禁區 做進入禁區 令進攻踢到亂世龍混亂 這裡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球隊只能靠 鴨仔波入球,但萬城很多時都不需要靠鴨仔波 不過萬城今天出了一批年輕人 失誤比以往多 多了混亂的情況就開始見到鴨仔波 其實有這些鴨仔波就不是什麼好事 因為當你每一次見到一個鴨仔波機會 其實表示你損失了一個 甚至乎更多的漂亮組織 因為你浪費了時間去做鴨仔波就沒有做漂亮組織 有時有人問我什麼叫鴨仔波 其實就是混亂之中入球 或者極之靠運氣入球 例如球進入禁區之後 就像波子機一樣跌跌撞撞打給球 撞一下撞一下入網 或者撞到進攻球員那裡撿一下雞 總之就是無心插扭,扭成陰 不是組織,而是搏搏搏亂 例如35分鐘那個 就是鴨仔波 明明戴亞斯已經滲進禁區裡面的底線 吸收大位去到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只要簡簡單單 把球交出去 地球給戴衛斯華中路的部分 就會出現戴衛斯華的必入球機會 但是戴亞斯也是自己去 要扎角度抽過去 這樣只會散中對方的防守球員 不過有運氣 這樣散下去 都散了下去 就是龍門前面 跌到耶穌那裡撿到雞 那就是這個鴨仔波 作為一隊是永遠爭取冠軍的球隊 對方來說是需要避免出現鴨仔波的情況 因為不會每次這麼幸運 你經常想鴨仔波會成功 就會搞到你沒有時間,沒有機會 在這裡也可以跟曼城的青年軍 或者年輕人說一說 其實如果你想在曼城佔據到一個席位的話 就不是普通爭取表現就足夠 不會這麼簡單 而是你必須永遠保持冷靜 一定要學會加速運作你的腦袋 去計算每一次的機會 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機會 如果不是,大可以不要它 重新來過,不是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有耐性 或者要慷慨一些為隊友製造參市 當然,我以上所說的事情 在這個世界上做到的人 都不知道有沒有50個 不過,看回這班曼城的年輕人來講 其實整體意識都算是幾不錯 例如科登就幾好 只不過暫時欠一點自信心 科登 但是整體的年輕人的表現來看 起碼都已經可以幫到曼城去控制著大局 有合作性 就不會在20買以外的區域 就已經開始拿著個球 不知道想怎樣 毫無整體意識這樣 這個當然要感激萬城上上下下的訓練人員 以及就是哥迪奧納的概念 希望真的會長久以來 是為英格蘭本土培養出好的新球員 最後我想說說馬列斯 我明白收購馬列斯想尋找一個超級連結人 用來打反擊 今天其實也是靠馬列斯打反擊 拉開紀錄 但如果面對密集的時候 馬列斯在右邊 真的要扭個球 扭那麼久 其實就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其實他搞來搞去 中間的隊友是不知道他搞到怎樣 不知道他搞成怎樣 或者不知道他搞到什麼時候 才把球交出來或射球 另外就是防守球員其實 連著他等他搞來搞 其實已經準備就算去防守 所以馬列斯其實搞到今時今日 都沒有什麼變成成功 那這裡就希望他能夠儘快去融入到 就是萬成的既定節奏裡面 那講到現在的既定節奏 當然就是要提一提大家 記得在每一條片的裡面 保留一定數量 就是按廣告 按廣告 彈廣告 播放廣告 以及彈廣告視窗 之前大家可能開了學 就有些學生歌 就忘了 不記得按廣告 希望大家開了學都好 放學記得 是按廣告 可以幫到小弟 有一點點的收入 有一個專業的生活 才可以繼續堅持免費 為大家出到片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原諒 還有幫幫小弟 小弟會感激各位 好 有兄弟問 為何會有 這個電腦那裡 竟然是沒有廣告 相信 你的電腦那裡 安裝了一個 檔廣告的程式 只要大家 關掉這個程式 你會發現 電腦片的裡面 會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 也會有廣告 大家按下去 彈到廣告視窗 就可以幫到手 另外 就是手機那裡 片的下面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 大家按下去 就可以了 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 視不視片的最淺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 找廣告連結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 左下角 手機的話 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 右上角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